适逢植树节,吉安香兰游淑珍特别邀请到各村的村长 多位乡民代表还有吉安香农会总干事一行人 在甘城铁道公园种植了杜鹃花,增添吉安香的缤纷绿意 甘城铁道樱花公园205棵樱花树陆续绽放 还有可爱的叮当火车,已经成为吉安香亲子同游的好气处 而为了让整体环境更优雅舒适 吉安香兰游淑珍想出了要在铁路木围里旁 来种植一整排的杜鹃花,既可以增加安全性 又可以让公园更显得繁花景处 植树节,大家一起来吉安种树 热火吉安,也缤纷吉安 在我们甘城樱花铁道公园,樱花开始绽放了 欢迎大家来共赏之外 我们今天种植了1000颗的杜鹃花 未来希望在我们的铁道的路边 能够带来更缤纷的花卉 跟我们生活的幸福的 因此也带来生生不息的这样的植物的生态 来带给我们的乡亲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种树 营造我们吉安不一样的精彩 也让我们不同的季节花卉 带来每个月不一样的视觉感官的刺激 我们在吉安,我快乐,我健康 在乡长,村长,还有代表们 共同挽起衣袖协力之下 挖土腹土,种下了一株株 美丽健康的杜鹃花 这次要沿着铁道边 栽种共1000颗的贫护杜鹃 乡长游淑贞,欢迎乡亲一起到 甘城铁道公园来踏青走走 冬天赏银花,夏天赏杜鹃 大家一起来种树 兵分吉安,健康乐活 建议会专相报导